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来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总统大选拜登川普首场辩论6月27日登场 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周三同意在6月和9月举行两场竞选辩论 第一场辩论于6月27日由CNN主办 但他们的阵营在基本规则等关键细节似乎有很大分歧 包括就辩论规则 辩论会主持人等环节进行讨论 至于副总统辩论 拜登阵营建议7月下旬登场 届时正好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业完成 联准会鲍尔预计同棚将下降 但信心不如从前 联准会主席鲍尔周二对美国经济现状做出评估 他预计同棚将继续高于水平 同棚下降的信心虽然受到近期数据的动摇 但基本上保持不变 鲍尔表示 根据掌握的数据 联准会下一步采取的行动不太可能是生息 但有可能是维持利率不变 目前投资人仍预计9月将首次降息 庆祝小企业州洛县经济机会局推出救援方案 洛县经济机会局推出了美国救援方案法计划 为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提供捐款机会 来庆祝小型企业州 美国救援方案American Rescue Plan 为洛杉矶县提供了19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从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中 实现公平的经济复苏 促进和简化对最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社区援助 并振兴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商业空间 需要协助的小型企业 请与洛县经济机会局联络 Northwestern Mutual 尽早做好财务管理 在亚太裔传统月之际 洛杉矶Northwestern Mutual的金融顾问Ryan Chang表示 现在资产管理在人生中更为频繁 应该更早地进行 除了财务规划策略以外 应该让子女们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希望 期望值 以及他们未来成功所需要的财务敏锐度 越早将子女纳入您的财务规章越好 因为您的子女最终某一天可能会管理您的财务 因此现在父母与子女应该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做好准备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